1月30日,多批口罩、防护服、护目镜等医疗物资分别由泰国、日本、运抵海南海口。 自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,海南的口罩等医疗物资供应不足。 获悉情况后,海外众多穷籍华侨华人奔走采购,纷纷通过不同渠道将医疗物资运往海南。 当天上午,由日本海南总商会、日本海南同乡会筹集的8万1千个口罩运至海口。 1月30日下午,多批由泰国海南会馆、泰国旅先海南陈家社,以及泰国华人旅游从业者捐赠的医疗物资运抵海口美兰机场。 泰国海南会馆副理事长云天洪介绍,1月24日,泰国海南会馆急发动众人前往曼谷各家医院药店采购价值约10万元人民币的口罩,并于次日运往海南。 海口市人民医院在向外界发出求助后,于1月30日收到了泰国华人旅游从业者,泰国天龙油华导游社群联合捐赠的2万个口罩, 和400件防护服。海南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疫情爆发后,该部门一方面向海外乔舍通报疫情, 另一方面向他们发出代购医疗物资的请求。 除了上述国家,澳大利亚、丹麦、新西兰等国家的穷级社团也已积极采购,相关物资正在发往海南途中。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来势凶猛,我们广大的海外的穷级侨胞心计家乡, 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响应我们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委统战部的号召, 纷纷表达出愿意多方购买物资捐赠给海南的这个一举, 而且目前已经多批物资已经到位了。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,省委的意思就是请他们给我们找物资, 请他们给我们代购,但是呢他们纷纷表达就是这是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